哈囉哈囉 啊 大家好 我就是那個 停更了兩週的金湯裡 大家還記得我嗎 今天呢我要來聊聊 不是世界上關注度最高的 烏克蘭和俄羅斯 而是台北和上海 全世界都在講基伏 我偏偏就不要 我就要講上海還有台北 這個眾所皆知 我雖然是個台灣人 就是小時候在台灣 但是呢 我又是在上海長大 所以我之前的確也發過視頻 講了一下我的背景 很多人就馬上貼標籤 啊你這個大陸人 你這個中國人 這個中共同路人 OK whatever 我今天不是要講這個 而是呢 最近我因為上學嘛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有 自我介紹的環節啊 那我當然就會說 喔我是一個 在上海待了13年的台灣人 我在兩年半前回到台灣 很多同學私下 我們聊天的時候就問我說 欸那你剛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很不習慣的地方呢 喔太有了 我今天就是要做一集 特別想講這件事情 雖然已經過了兩年半了 這個不叫做Culture Shock 我覺得 比起Culture Shock 可能更多叫做 Technology Shock 還有 先倒一個 進湯裡 潤一下喉嚨 因為其實現在是早上 然後我早上基本上都是撒啞的 嗯 不過台灣的GIN真的還蠻好喝的 他們問我有沒有Culture Shock 我覺得有 但比起Culture Shock 更多的是 Technology Shock 還有 Service Shock 什麼意思呢 我一回台灣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居然就是買了錢包 我在回來台灣前 我是沒有錢包的 好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呢 我回台灣的第一個月 然後我又買了充電包 OK台灣叫做什麼 行動移動 行動電源 我買了這兩個東西 意味著我以前在上海的時候 天天出去走跳 到處玩耍啊 跟朋友吃飯啊 想喝酒啊 住如此類 反正常常不在家 我從來不帶這兩個東西 因為上海的移動支付 已經是普遍到 真的就是不需要帶錢包 而我們當時的年輕人朋友 我們基本上也是沒有錢包的 有錢包的話頂多就是 一張卡或什麼的 根本就沒有零錢 我們以前做出租車的時候 有一次有一個司機 他居然說他要我們付現金 全車上四個年輕人 包括我 沒有人有現金 真的超搞笑的 然後我們就是趕快去路邊 然後就是提款啊什麼的 但是我回來台灣之後 所有東西都要用現金 這個真的快要把我鼻瘋了 而且甚至最誇張的是 雖然有那個銀行卡 一樣是可以刷的 但是台灣有很多的小店 他們是連那個卡都不行的 所以你真的是一定要就是紙鈔或是銅板 他們才能接受 然後這個對當時剛來的我來講 真的是一個極大極大的shock 再來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工作一直都是加班還蠻久的 所以呢下班時間非常的晚 而之前在上海呢 那就沒什麼很正常嘛 然後下班晚 我就在回家的路上 直接又打開河馬啊 或打開各種外賣APP啊 不管是我要叫生鮮 還是我就要吃宵夜 我就直接在路上叫 直接送到我家 OK那台灣外賣網站的話 外賣APP台灣有 但是當時兩年多前我回來的時候 台灣是沒有生鮮的APP的 也沒有就是超市買的那些東西 可以進行外賣 所以當時我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很shocking 就是我一直在想 台灣那些工作繁忙的人 他們到底要怎麼生活啊 你一定要找一個時間 特別去線下的超市 買完東西要買回家 這個對我來講啦 對當時的我來講 我整個就是 我不敢相信這個是要怎麼生活 誰會有那麼多的時間 等於算下來一週 我基本上要有 留出一整天空檔的時間 去買一些我的生活用品 不管是吃的喝的 還是日常的 還是垃圾袋 還是什麼 然後還對還要丟垃圾 我的天啊 我剛回來的時候 我也超級不習慣的是 每天7點左右的時候 台灣不就我那個 垃圾車嗎 然後呢就會每一個人都在那邊等 垃圾車 然後要把垃圾丟到車上 這個對我來講 當時也是超級 shocking 就是那一個常常在加班的人 到底要怎麼辦啊 你7點就一定要到家丟垃圾 不然你就完全垃圾沒地方丟 我天 不過當然對啦 有一些公寓他們就沒有這件事 但是 就是沒有管理這個的公寓的話 就是必須要這樣做 那在上海的話 是沒有這回事的 他就是 就是統一一個地方 然後呢就是會統一的時間 收不會 不會說什麼7點 你一定要當場在那邊 所以呢 我當時真的是 shock 到不行 天啊我這變成一個吐槽大會 我這樣子會不會被大家給罵死 但是 說實話 你不要罵我我也真沒辦法 因為 就是真的嘛 那這也不代表台灣就不好 或是上海就特別好 只是我就是那邊長大 特別習慣那邊的生活方式 所以回到台灣有這些不是的地方 當然台灣有台灣的好 那個放後面再講 我還沒吐槽完 我就做一集吐槽 真的是 還有我剛回台灣的時候呢 基本上所有生活類的服務 都是超級超級不適應 除了這種吃喝以外 再來就是網購 雖然台灣的確有網購 但是 這個方便程度跟 選擇多樣性 還有快遞的這個便捷性 諸如此類 是絕對不可能跟淘寶可以相比的嘛 那之前呢 我當然就是淘寶的重度使用者 我恰恰就是那一群 趕上了上海的互聯網發展 突然那五年內 全部東西都移動化 全部東西都搬到了線上 所有的服務都變成移動化 那個時候剛好就是在我大學畢業 自己開始工作的那段時間 然後自己開始生活的那段時間 所以我實在是太適應於所有東西 一支手機可以搞定 我太適應於那種完全已經傻瓜式 大陸的互聯網發展的比較快嘛 那邊的產品 APP的產品 的確真的是做的 跟很多國家還有地區比 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因為那邊競爭激烈啊 那所以它對於產品的這種要求 就是會很容易就是 越修越細 然後越來越優化 越來越優化 那台灣的話 因為APP的選擇真的是很少 甚至回台灣 對我來講啦 我覺得Google map都超級難用 我現在已經有點忘記了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有用百度那些東西了 但是我記得當時就是百度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啊 欸我都忘了 高什麼 高層高減高 高達不對 啊我忘了 像我都記得當時百度地圖的話 或者是上海一些其他的地圖APP的話 基本上只要輸入一個地方 它會把所有路線排出來嗎 那中間的不管是車啊 還是公車啊 就每一個每一段每一段 它都會跟你講得非常清楚 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失誤啦 而它的定位是蠻準確的 那在台灣Google map的話 我的天啊 我覺得這可能不能是Google map的問題耶 這可能是台灣公車系統 比較複雜的原因 因為我常常用台灣的Google map 台北不是做公車 然後更捷運嘛 但是台北的公車實在是真的很複雜 就是公車很多 同一個點 它會有超級多種不同的公車 同一種公車呢 它還會再細分 回站不回站 它在哪一個地方只繞半圈 在哪一個地方就回程 它的圈是這麼大還是這麼大 每次都快要把我搞崩潰 每一輛車停止運營的時間又不一樣 我永遠都看不懂 oh my god Google map 我也是被它騙了幾百萬次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上面寫 這個時間在那邊就是會有那個bus 然後我每次去 就差不多有一半的機率 真的有一半的機率 那個bus就沒有來 有時候或者是它早就已經 停止運營了 已經太晚了 Google map還推薦我去 我就跟它瘋掉 天啊 就是這對於我這種高度依賴手機 高度依賴app上面給我資訊的人來講 真的是一個宅男 當時呢很多台灣人就跟我說 喔你要看那個巴士它的時間是怎麼樣 你到那個巴士站這邊 你要去看那個表啊什麼的 OK OK 現在我理解了 但是當時我真的是覺得 那我要Google map 要你何用 我要你這個app 不就是你告訴我所有的事嗎 我就直接follow你所有的step 你都已經告訴我的時間 然後我還要再自己去double check 那你到底有什麼作用 好啦對我來講 我當時就是 就這種感覺 因為我實在是太依賴於 手機上面這些軟件的服務了 所以呢我回台灣就是現在也兩年半了 也算是 習慣了許多啊 就是不得不習慣 還有非常大的一點就是 很多人到現在都還會說 覺得台灣的服務很好 這個我真的要打個超級大的問號 是嗎 說實話喔 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呢 當然你不要講就那種蒼蠅館子 那種那種路邊 但路邊那種當然真的是兇得要死 一般在上海只要那種 比較有店面的 比較就是乾乾淨淨的店面 是一家談廳 不是那種路邊小館子的店呢 服務基本上都是比台灣好很多的 然後為什麼呢就是有原因的 大家先不要生氣 因為上海有一個app叫做大眾點評 只要他服務不好 我直接給他一顆心 然後直接在上面寫一串 就是說他服務有多爛 大家是很看重網路上面的這些評價的 因為就像我講的 上海互聯網實在太發達 所有服務都搬到線上 搬到線上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服務都可以打分 所有的服務都有評價 不管是外賣啊 餐廳啊 還是任何生活類的服務啊 什麼做美甲 什麼做頭髮什麼亂七八糟 全部都搬到線上 有打分的機制 所以當然這個對於店家來講是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現在作為消費者嘛 所以我就來講我的角度 對於消費者來講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到他任何的負評 而在上海這種高度競爭的地方呢 app又這麼透明化 他們這種負評其實就對他們來講殺傷力很大 所以基本上這種比較好一點的餐廳 中等以上的餐廳 是不太可能服務差的 他們服務是非常非常好的 當然我覺得這跟上海的就是比較 比台北更資本化也有關係 因為像是我回台灣還有一個非常 呃 我真的是花了半年我才發現一個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真的是文化跟習慣 倒不是說哪裡好或不好 但是我當時真的不知道 就是台灣的餐廳呢 就是很多東西客人必須要自己來 比如說服務員會端著菜過來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桌上有很多的菜 你就必須要主動幫服務員把那個area清出來 然後服務員就放上來 就是那個服務員當然很客氣啦 但他就會要你幫他把它清出來 這個對於就是在上海長大的我來講呢 我那時候是有點迷茫的 因為真的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基本上坐在那邊 我什麼時候不用坐 服務員就會把所有事情都做好 他就是會過來 他就是一隻手拿菜 然後一隻手就是清清清清清 然後把菜發下來 就他絕對不會想到說還要問客人 清開一個位子給他 所以當時我也是不習慣那件事 我那時候還想說 就我常常 我知道我知道 這樣聽起來真的很 很台灣要講什麼 OK啊 我當時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時常服務員就拿著一盤菜 走到我旁邊 戳上滿滿的 然後我就是等著他把菜放下來嘛 然後我就這樣看他 然後呢他就不動 他就不動 我們就大眼瞪小眼 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 不要把菜放下來 他估計心裡想說 哇靠這沒品的人 都不知道要幫我一下 弄一個空間嗎 然後我就 我就直接被瞪了很多次 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真的是不懂 還有好多次台灣很多的餐廳 餐具是要你自己拿的 中等的餐廳 我不是說那種路邊小吃攤那種 小館子 小館子那OK 就是正常 但是就是 看起來還不錯的西餐廳啊 他們還是會要你自己去拿 當時我也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就非常習慣的 一坐下 你好請問 可以給我就是湯匙還有叉子嗎 可以給我餐具嗎 小姐那邊自己請 我就 喔 然後可能我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口音啊或者是態度 就比較像上海 比較像大陸的 所以我可能講話更直接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超美的 我可能覺得 喔不好意思可以幫我拿一下餐具嗎 然後我就會直接被等 那邊有 麻煩你去那邊拿這樣 哇 然後他們就是會直接等我 我當時就會覺得 為什麼 幹嘛兇我 就是他幹嘛不爽我 我每次都不懂 為什麼台灣的服務員會不爽我 好啦好啦 然後我經過了半年之後 我懂了 我懂了 就是 一是因為東西本來就在那 二是因為我講話太 那個口氣太大陸人了 然後就 就整個被燈爆 所以呢 我剛回來的時候是 非常非常有 Culture shock的 還有對 Technology shock 各方面shock 基本上所有的生活服務吧 都是沒有線上化 就是好啦 都是沒有移動化 應該這麼講 手機上面沒有辦法直接解決 而且台灣就算能夠移動支付 它還是分得很散 它又有接口又有Line Pay 而且這個也算是 我覺得我兩年半之前的時候 還沒有 但是這兩年多來 有慢慢的越來越多 像我就是親眼見證了 生鮮外送服務的 對不能說崛起的發展 因為我就是天天拿著Food Panda 還有UberEat 然後呢我那時候想說 OK這是外賣網站 那上面肯定會有外送生活用品啊 結果那時候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天天就打開 然後都在搜上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送 終於搜到我 就是在去年 對去年的疫情期間的時候 這些服務開始出現了 我應該算是第一批一直用的用戶吧 因為我等這個服務真的等了很久 終於台灣這些服務開始 看到了那些苗頭 真的心很累 心很累 我剛剛講的充電寶也是一樣 當時我在上海的時候呢 基本上市中心每一家餐廳 都會有那個共享充電寶的那個 那個東西要可以租借 現在台北也稍微開始有 但是那個點實在還是不夠多 以前上海我從來不帶充電寶出門 因為我就可以在家店吃飯的時候借 可以直接帶走啊 到了晚上可能又去跟朋友續攤 到那邊再還 點就是多到這種地步 我甚至有時候忘記還 我永遠可以找到地方借 跟永遠可以找到地方還 所以我為什麼會需要一個充電寶呢 所以當時我們帶東西帶都超輕便的 真的一個手機就可以走天下 唉但是呢 對在台灣就比較不能這樣 但是我這樣子可能有時候 我會說是偏頗 就是這可能也不能怪台灣 這個甚至不能說台灣 這可能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不太可能是那樣的 而台灣 我當然我不可能客觀地說台灣不方便 因為我對比的就是台灣跟上海 台北跟上海來比 那我覺得是不方便 但是台北如果跟全世界來比的話 那可能還算是非常方便了吧 所以嘛這個話題真的是可以 可以講到天荒地老 我真的可以講很多 因為對我來講 真的真的很不一樣 我的確是卡在中間的一個奇怪混合體 就是很多觀眾覺得 你根本就已經沒有什麼台灣的了 但是也不能這麼講啊 因為我很多觀點 很多感覺也跟大陸不一樣 總之 總之 我就是一個混合體就對了 而且呢 台北我覺得 好這個真的是比較針對台北 上海跟台北 全台灣的人呢 都還會叫台北天龍國 我覺得台北就是特別的高大上 大城市 然後 哇消費很高 這邊的人有錢很拽 就如此類的 我回來的時候我真的覺得 啊 台北 大城市 啊 台北 高消費 我就 喔 是嗎 對我來講就是我的mindset 就是上海才叫大城市 上海才叫高消費 搬到台北來比 就完全 台北不是一個 在我心目中的大城市 跟高消費啊 完全不是啊 它當然是一個 但它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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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大城市 因為說真的 台北的CBD呢 就只有101旁邊 不到一公里的 那個直徑內 真的是不到一公里 就那個小的圈圈 它看起來像是大城市的CBD 而其他地方 完全都 就是 就是城市 所以呢我真的很不懂 就是天龍國這個用法 不過好啦 就是如果是 在台灣內 對比的話 那是消費比較高 就是 而且我覺得台北 對我來說很尷尬 我全台灣最喜歡的地方 其實是台南 跟台灣的南部 我非常非常喜歡 但台灣的北部 我真的很不喜歡北部的感覺 因為台灣的北部呢就是 它的確是城市 但它就是 城市的等級又不夠大 發達的等級又不夠高 步調也不夠快 它就是卡在一個 不上不下的地方 對我來講啦 台北的步調 其實對我來講是很慢的 全台灣步調當然對我來講都是慢的 但是 就是它要慢又不夠慢 它要慢又沒有chill到說 就是大家真的 就是很享受生活啊 什麼的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卡住 不上不下 所以我覺得 台北我是 我是真的沒有很喜歡台北 的感覺 就是對全方面 我都沒有很喜歡 我要找那些大城市有的東西 那些最高級的一流的酒吧 或者是貪廳啊 或那些service 我覺得 台北不能說沒有 但是相對來講很少 或者是大城市的夜景啊 真正要那種高消費啊 那種感覺的東西 我覺得 台北又不夠 像像台南的話 我就超級喜歡 它真的是古色古香 然後非常非常chill 就是它很有那種 台灣的歷史啊 那些東西 在台南很有體現 我就超級喜歡 然後那邊真的是漫步調 那邊人的氛圍 感覺真的也就是 很不是城市人 很熱情 對 非常熱情 然後我就超級喜歡 南部的那種感覺 那就是 我覺得那就很有特色 但是像台北就是 又不到那種 世界級的大城市 然後沒有說有一個 城市自己很 很特殊的一個 一個亮點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 好這真的是我自己覺得啊 大家不要噴我 但是你要噴我 我真也沒辦法 因為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對吧 我也沒有在跟大家 對這集我真的是 沒有在跟你們分析的 我就是跟你們聊天 我作為以前在上海長大 然後回台灣 就是我的perspective 對吧 所以呢我每次只要 有假期或有機會的話 我在台灣我都是往南部跑 我真的超喜歡南部的 不喜歡台北 不喜歡台北 就是 姨父好像 喔我是城裡人 我是城裡人 但這個城 就是一個很小的城 如果你是上海啊 或是紐約啊 或什麼東京啊 那好吧你拽 好那拽 那我覺得情有可言 但是台北就 好棒好棒 所以這個上海vs台北呢 我覺得 我可以做十集 真的可以做十集 所以我講了 這是我的perspective啊 不管是上海的 還是台北的朋友 我覺得 嗯 大家對比看看 都是還蠻有趣的 尤其是覺得 台北是個很厲害的城市的人呢 我覺得嗯 真的需要去外面的大城市看看 不是說台北不好 而是 它 嗯 真的算是那種超級大城市嗎 那應該不算吧 所以相應而言 反過來說呢 上海不好的地方 就在於 它真的是個大城市 它真的是 欸你要說 物質啊 或拜金啊 也好 或者是 那種 生活壓力也好 大家的確很容易 會被這些物質的東西給吸引 然後它也是更商業化的一個城市 呃 更資本化的一個城市 比如說它 過年過節的時候 哇 上海真的是那種人造節日有夠多 情人節啊 白色情人節也是啊 呃 七夕啊 聖誕節啊 我覺得 所有一整年 所有的節日 上海都比台北來的 節日氣息濃厚 因為這個城市實在是太 消費城市啊 商業城市 每一個 帽 那上海帽又多 多到不行啊 哇靠台北帽的跟三倍大 每一個裡面都布置的 我的媽有夠浮誇 然後 超級超級 超級 絢麗那樣子 各種各樣的行銷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裡算是台北比較好的地方嘛 就是你的 心 比較親近一點 不會被這些商業化的東西 給就是塞滿了全部生活的一切 所以啊就是 我現在離開 呃上海兩年半吧 真的我跟我上海那些老朋友 哇 那個生活方式已經越差越遠了 像他們每次只要有雙十一啊 情人節啊 我剛剛講了 然後各種各樣的節日啊 哇很瘋狂 不管你是單身還是非單身 哇都是一定會買怎樣的禮物啊 跟朋友去怎樣的好飯店啊 吃怎樣的高級料理啊 比如說就是上海的 比如說啊上海還現在很流行 就是各種各樣的盲盒嘛 那些朋友也是哇瘋到不行 什麼東西一新出 然後趕快大家都要去買 就這種氛圍啊 我以前也是這個這樣一掛的 什麼一個新的 什麼洗茶出了新的 或者是有個新的網紅店 又有一個什麼 Dior的什麼新限量 然後什麼東西哇 就每次這種東西有夠多 然後又什麼讚 哇全部都是花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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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行銷活動行銷活動行銷活動 不過那個東西真的很好玩啦 但是呢 嗯在台灣就比較少這些選擇了 然後欸也可以不用花這些錢也不錯 所以呢我在台灣就佛了佛了佛了 雖然我也是個非常喜歡吃喝玩樂 然後搞這些商業東西的人 但是呢我也是個很精神的人 所以呢在台灣呢 不錯不錯我就好好利用台灣的文化資源 藏在台大政大的圖書館穿梭 哈哈 這個台北的CBD不能滿足我 但是呢台北的這些大學的圖書館 還滿能滿足我的 所以這就是差別囉 那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吧 你們在上海生活過嗎 在台北生活過嗎 你覺得我講的地方 有什麼不對嗎 還是你很贊同呢 來 我們在下面debate 沒有啦我們在下面聊一聊 啊 又忘記喝了 在下面聊一聊 嗯 嗯 台灣人自己做的craft gin也非常好喝 那我們下次再見